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热衷于吹哨 街舞两大奶爸备受影响 表情搞笑又可爱 没想到在街舞节目上 王一博又凭借冷门兴趣 成功引来了众人围观 你有被王一博吹哨可爱到吗 答案就是没有 因为街舞的两位奶爸都被他的哨声 吓出了表情包 真的有点太搞笑了 这就是街舞户外录制 特别的吸引大家的关注 因为可以看到舞者跟队长互动的环节 特别容易增加感情跟团队合作能力 同时呢 我们也发现了一点 一到了外景 王一博貌似变得异常的活跃 可能是长期的憋着 能够出来玩一趟 顺带着工作 自然开心到飞起 是的 他是开心到了飞起 骑上心爱的摩托艇 风一样的男子 非他莫属 带着跟歌 就是一顿浪 吓得寒庚大呼 停下来 不能跟王一博待在一起 毕竟寒庚子从当了爸爸后 整个人都温暖了起来 看来 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啊 结果呢 来到街舞这里 王一博的过度活泼 让他一度惜命 猝不及防就带着你冲了出去 更在不惊欲间 在你后面吹响了刺耳的哨子 整个人都感觉神经紧绷 王一博骑着摩托艇 带着街舞导演王晨晨 一个帅气的甩尾 就把导演甩进了水中 相比于跟队的哨声 相比较 还是好的了吧 只不过更歌的表情包 实在是有点太真实了 完全表现出了被吓到的节奏 耳朵估计也被震慑了 特别是王一博 吹响子 吹鼓起来的腮帮子 足够见得 他是有多努力在吹响 人家比赛 他主动请应吹响 还会使出浑身解数的一遍 接着一遍 整个空气中 都被这个响声围绕 继更歌备受王一博响声影响后 这次在户外野餐桌上 王一博再度吹响了响子 没想到 坐在一边的李承炫遭殃了 直接吓到闭紧双眼 十分无奈 这个响声 足够于阴绕梁了 王一博看到李承炫 被吓了一条后 赶紧道歉 毕竟把人吓得不轻啊 这孩子真是没谁了 喜欢一样东西 总会玩得停不下来 人家比赛 他主动去当裁判 是不是因为可以吹响 结果呢 一整个比赛下来 最累的是自己 蛮常跑着街球 还要吹响他的响子 自己还不忘记吐槽一下 实在是有点累啊 早知道如此累 谁让你去的呢 总感觉王一博 自己给自己打脸的节奏 很有喜剧人的感觉 只能说 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不过是想吹个响 尝试着玩一下 毕竟这种机会不多 对于一个年轻 有活力的年轻人而言 整日忙转在工作中 也是很枯燥无味的 看他一边吹响后 一边又开始跳舞的样子 真的特别的逗趣 私下的他 还是有点调皮捣蛋的属性 在身上的 难怪自己在节目上说 小时候也没少被爸爸揍 看来小时候 也是皮到家的样子 对此 各位如何看呢 毕竟王一博喜欢的东西 都带着点冷门 喜欢的东西 总有点奇奇怪怪 很符合他的风格 不走寻常路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